裡面全部都是通姦逆文 但是交給我黨文 主任之後就跑 少聰年P指代 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痛批 陳宗彥逃色風暴背後牽扯的是 司法鬥爭 因為裡面還有副紙條貼心提醒 要是洩漏可能違反通訊保障 及監察法 要他小心使用 全部都是從檢方流出來 在政黨黨內追殺的時候 打擊一擊的工具嗎 這樣對嗎 這會不會太離譜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2011年擔任台南地檢署 黑金專案小組檢察官的林仲彬 派人喬裝竊聽 另一名無姓檢察官出入酒店 相關對話內容 同時也聽到王校偉對話 提及陳董要找朋友 而這位陳董也被懷疑 就是陳宗彥 在竊聽行為曝光後 無姓檢察官不滿 提告對方違法監聽 林仲彬遭處8個月徒刑 2月15號法院寄出判決書 2月16號林仲彬收到判決結果 17號陳宗彥的事情就爆發 時間點太過巧合 加上林仲彬的委任律師鄭聲援 過去還曾是國會監聽的 特徵組檢察官 判決在上個月下來以後呢 剛好藉由特徵組退下來的律師 拿到了整個卷證 就把它丟出來 這樣的做法 其實都違反了律師倫理 只有檢調機關和有月卷權的律師 才能接觸到的資料 是檢調系統洩漏還是律師翻牌流出 仍在追查當中 但若執法犯法 罪則恐怕再假中 陳宗彬捲入桃色風暴 活速請辭 但一般人無法取得的 譯文監聽資料卻被廣傳 隨著真相逐漸釐 幕後藏進人呼之欲出 彈琳新聞 李維廷 莫本萱 TAPE報導